民間人權陣線自2002年9月成立以來 在本港舉辦多場大型示威遊行 一致民陣召集人陳浩媛收到警方信件 指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 要求民陣提供六項資料 包括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開支、接收資金的銀行戶口帳號 由2006年9月至今舉辦過的遊行集會資料 以及去信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的目的及原因等 法學教授傅堅持對事態發展有什麼看法呢? 首先警察調查他過往到現在這一刻 究竟有沒有違反社團條例 第二要求他提供的資料只是給他一個機會合理解釋 就不代表他交了資料就可以開出 如果調查要求他提供那六個方面的資料 無論他提出交不交合作也好 其實我相信警方已經掌握到一個相當重要和關鍵的證據 如果調查之後出的結果是有足夠證據的證明文陣 是涉及違反社團條例包括沒有註冊的社團 同時可能也涉及清洗黑錢 以及違反國安法第30條 那相關民陣的管理人包括他的主席秘書 或者一些理事都會被追究這領事責任 傅建池又提醒市民避免參與民陣活動以免惹上官非 因為民陣的資金的流響是不清晰的 當中也不排除有人是中飽私囊落格的 而最糟糕就是如果他的金錢是融作在這個組織 或者是實施組織這個恐怖活動的範疇裡頭 就算是捐錢的人士都可能會面對法律的追究 那我也要勸勸香港的市民不要參與民陣的活動 也不要涉及他們那些眾賊的活動 就避免惹上這個官非